哈喽大家好,我是Live Girls之一,一个博士后 我就直说了,今天的内容是良心肝货 俗话说得好,得研究计划者得offer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 在硕博士申请中,一份研究计划该如何动手写起来呢 我们都知道,万事开头难 关于一份研究计划,标题该怎么写啊 该怎么构思啊 内部的行文结构又是要遵循什么格式啊 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以上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在这一份提纲里面了 左半边的部分是关于构思,步骤和注意事项 右半边的部分是关于内部的行文结构 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关注微信公众号Live Girls 后台回复关键字 研究计划 就可以自动获取这一份提纲啦 在我们独立准备一份研究计划的时候 一开始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 扑面而来的一个宏大的问题 第一感觉是觉得有点束手无措的 但是按照以下这四个问题来准备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思路和线索的 第一个问题是 带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然后就是第二个 为什么是现有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然后提出你自己的可能的解决方案与方法 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是你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按照这四个问题去准备 相信我 它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好用 我来举三个场景的例子 第一个场景 跟导师出去套词 除了自我介绍和表示对导师的方向课题感兴趣之外 只需要把刚刚的第一个问题扩写成一句话 比如说 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加入你的课题组的话 我觉得研究什么什么什么是很有意义的 这就可以了 就不会显得你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海王学生了 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场景 从这一众海王学生中脱颖而出 跟导师第一次聊课题 或者是聊研究计划的主题 一样是这四个问题很好用 把这四个问题各自扩写成两句话 就可以是一份你和导师讨论的大纲了 简单清楚明了 你能得到导师最直接的指导 那我们来到第三个场景 你得到了一些指导 想要把一份研究计划写成型 写的时候注意语法结构 你就能得到一份还不错的研究计划了 到这个部分呢 一份研究计划它就大致成型了 那么如何让这个还不错 能够变得比较专业和精美呢 有一个不传外人的小妙招 那就是加几个可视化的流程图或示意图 之前有一个很厉害的师兄跟我们说过 他说决定一篇文章能不能被接收 以及能不能被广泛引用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 图画的好不好看 是的图画的好不好看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肤浅 特别是就不符合科研这种高贵和朴素 但是这个好看两个字里面 它涵盖了很多东西 你能不能把你晦涩的科研理念 以一个生动的图形展示出来 让人家能够不读你的文章 就能够get到你八成的关键信息 而且这个好看两个字 它还涵盖了你的配色 构图 主次区分 这个决定了你的文章 能不能快速地传达你的重点数据 那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道理 其实同样也是适用于 我们写研究计划的 而且呢 经过了以上这三个场景之后 其实你们已经有一点熟了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就相当于你已经初步建立起了 你和导师之间的信任感 这个信任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东西 发offer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发信任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大胆地请导师给你一些建议 有时候他一点小小的指导 就能给你的研究计划 带来精细领域内智的飞跃 说到这里呢 我相信其实很多同学已经明白了 研究计划 它就相当于是一份敲门砖 多利用这个机会去跟你的导师沟通 双向确定他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神仙导师 呈现出积极向上 肯学 耐心 认真 严谨的好态度 我们相信你最终是能够拿到自己心仪的offer的 而且 说不定你最后手里好几个offer 你还可以根据这些导师对你的态度 反向去选择自己心仪的导师 想想就觉得 爽 最后我还想再啰嗦两点 第一点就是很多学校的研究计划最后都是要查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心里有个 不要乱来 第二点就是这一份研究计划 也就是research proposal 可能跟你未来实际做的课题完全不同 走一步看一步嘛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决定录取的人 拍板的不是你的导师 可能是组委会 好了 那我们研究计划撰写的内容就暂时聊到这里了 我可终于讲完了 没把我累死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一共有三期 第一期讲了导师的火眼金睛 他如何看待一份研究计划 第二期的内容是 一份研究计划撰写过程中常见的四大雷区 第三期 手把手教你如何写一份研究计划 就这个内容 全网没谁了 360度无死角解析一份研究计划该怎么写 希望看到的朋友们呢 offer多多多来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想法 可以继续补充和留言 我现在说不懂了 也许将来还能接着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或者喜欢我们本人的话 还请你关注订阅 转发点赞 评论弹幕 投币多多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i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